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信哲组成员 使得张信哲组人气飙升 莫文蔚也成为了可以在实力与人气上对打那英的女歌手 张信哲组常驻成员变为张杰 张绍涵 杨宗伟 莫文蔚 马嘉琪在节目录制之前 网络就曝光过只录制到三宫 也就是前半赛程 到第四轮功演将离开 那英组的常驻成员变为华晨宇 魏如轩 马嘉琪的离开让那英组的人气直线下滑 原本在人气和实力都略高的那英组 一下子少了一员少年感的猛将 也预示着接下来那英组对战张信哲组将可能开启原位模式 三宫留下了两位获得安可卡的歌手 都在那英组 一位是球德 一位是周星哲 周星哲大家都很熟悉 是曾经参加过我们的歌三与杨千话一组 后面一位杨千话退赛而退赛的歌手 他的永不失联的爱被单一纯唱的大火 在内地来说 属于歌火人不够火 但周星哲的创作天赋有目共睹 他和生生不惜宝岛记的歌手颇有渊源 给张信哲创作过歌曲千玺 给爱依良创作过歌曲说 还给黄丽玲创作过歌曲幸福太短 周星哲被留下来是不意外的 因为他太会用情感音乐去速动人心了 求得大家则会觉得很陌生 但看他的个人演艺经历 发现他是一位宝藏歌手 他获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提名 同期共同入围该奖项的歌手有 吴清风 周化健 张振月等 这一点作为新人歌手来说已经很厉害了 他还成为第二届刘欢原创音乐专项 公益金获得者 获得100万元公益金支持 2022年登上天赐的声音的舞台 在内地音宗亮相 有了内地观众人气的积累 两位歌手都很有实力 但相比于张信哲组型增成员莫文卫来说 人气上必然逊色不少 四宫新来的四位歌手 知名度上不及二宫三宫的飞行歌手 姚小唐 范逸臣是在张信哲组 窦镜头 碧文俊在那英组 所以最终的四宫阵容是 张信哲 张杰 张绍涵 杨宗伟 莫文卫 碧文俊 窦镜头 那英 华晨宇 魏如轩 范逸臣 球的 周星哲 姚海棠 最终 张信哲获得本场公演胜出 全员合唱勇气 第四轮公演的上下半场的金曲 是十万毫升泪水 天黑黑 两首歌曲均为莫文卫和其他歌手演唱 莫文卫成为本场双赢歌手 这一场阵容上的分配 由于马家琪退出录制 那英组在人气上必跌 莫文卫又有一抵二 一抵三的实力被分配在张信哲组 使得两对歌手嘎为不平衡 相信后续第五轮公演节目组 还会在歌手实力 元气 知名度上进行平衡调整 说不上会有重磅飞行嘉宾加入 第四轮公演 你最期待哪位歌手的舞台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